我是梁天卓 我是在中文大學經濟系的代理教授 我也是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成員 為什麼我不研究金融? 因為我是丁鞋 主要是因為我不懂得看股市 經濟其實是廣泛很多 我也想研究一些不同在日常生活看到的現象 我寫過最有爭議性的一篇文章 應該是年幾兩年前我在《信報》寫了一篇 關於一個手機遊戲《神魔之塔》的一篇文章 當時《神魔之塔》被人說是抄襲一個日本的遊戲 當時我寫了一篇分析說 抄襲這個日本的遊戲未必是一件話事 當時也引起一些空洞 也上了高生片 我自己不懂得取水 所以當然經濟學家也有分好和不同 好的經濟學家除了吹嘴之外 也可以找很多證據去支持自己的論述 那麼差的經濟學家就可能只是吹嘴 我想看你怎麼看 其實經濟學家的分析 其實可以不涉及任何感情的 最影響我的一位經濟學家 我想應該是張五常 我中學開始也都會考高考 也都是讀經濟的 當時的課程裡面 很多張五常的影子在裡面 從那時候開始 我已經接觸很多張五常的論述 當大學的時候也都看過她很多文章 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創意 分析來很強的一個經濟學家 對我之後的研究興趣 也都有深深的影響